赴予成就老屋崭新面貌 蜕變過後 又美好擁抱幸福未來 这栋住宅是三位儿女合力买下来 送给年迈父母亲的一份心意 他们平常分散各地 而有了这栋住宅之后 祖孙三代可以共聚一堂 并且提供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空间 这到二十五年以上的中古宅 基本上要能够从原本的五房三位 打造成七房四位的空间 不但要太旧换新 而且要能够创造现代化的幸福感 因为屋主一家从事金属相关产业 房设计师特别运用金属管的排列 作为贯穿空间的设计与绘 不但加深了现代意向 更是象征家人凝聚力的客制化设计 在空间配置方面的重点 着重在宽敞性以及实用性 我们除了强化楼中楼挑高空间的舒适感 另外将原本独立的厨房移到外面与餐厅做结合 形成开放式的餐厨区 如此一来 原厨房空间可挪作佣人房使用 并且增设电器柜和餐柜 提升餐厨区的实用功能 而要将空间感放大 还有一个重要关键 原本餐厅的位置与楼梯中间的墙面 我们移除之后 以吧台取代 扩充了整个空间的层次感 以及穿透性 置入吧台取代隔间 不但延伸了厨房的工作台面 更将后方的楼梯 纳入整体公共空间的范围 形成通透的湿感 一般副层住宅 楼梯是一大特色 而本案我们也将楼梯 视为我们设计风格上的重点 除了我们采用悬浮式的楼梯设计 增加空间的通透跟轻盈感之外 我们舍弃传统的扶手设计 而采用内侃式的方式 并且服以灯带 协助动线上的照明 扩大了塌面的宽度之后 将安全性提高 在整个楼梯跟墙面的转折处 我们又增设了一些展示的功能墙面 而让空间里面多了一些趣味性 在一楼的场域 我们分别规划了年迈长者 母亲的房间 以及父亲的房间 原本两个房间大小差距甚大 所以我们挪动了卫浴的空间 将母亲的房间增设了衣帽间的功能 利用衣柜将母亲房划分为更衣区和睡眠区 以米色调呈现出符合母亲气质的淡雅柔和 更衣区机能完备 梳妆台四周设置了各式不同尺寸的抽屉柜和收纳柜 可以分门别类的收纳 父亲房则注入了更多沉稳阳刚的气息 即使房间面积经过缩减 却依然维持着宽裕的生活空间 在父亲的房间 我们又增设了一套卫浴设备 卫浴空间里面还有无障碍设施 能够让父亲在安全便利舒适的环境当中 悠游自在的生活 转入二楼 一幅现代画作成为视觉焦点 沿着通道走向窗边 在休憩区悠闲地坐着 大面窗井尽收眼底 一楼的金属格栅元素延伸到二楼 以上下交错对应的方式排列 而强大的收纳机能就隐藏在格栅墙面后方 将楼中楼的垂直空间充分利用 运用轨道灯取代主灯 勾勒出空间中的利落线条 传递简洁明亮的现代意象 并可依个人喜好变换灯光角度和位置 光点 灯带 窗景 各种倒影在反射材之间互相穿透 呈现虚实交错的美感 整体空间传达着一廊般沉浸自视的氛围 二楼规划四个房间 除了有三个姐弟的房间之外 另外还有一间通铺的和室 而大歌房及二地房因为与公共空间相邻 所以我们将大歌房跟二地房的墙面 以通透的落地玻璃来做设计 能够产生所谓公共空间跟私领域之间的对话关系 并且强化了室内的采光 而也因为如此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 消弭掉原本房间里面的窘迫跟局促感 另外大姐房间 整个空间的设计风格 为了配合女性的柔美 我们将天花板跟墙面做一致性的弧形设计 并且以软件包覆 创造一个柔和的效果 在大姐房间当中 我们又另外增设了一套卫浴空间 并且将马桶间独立开来 方便使用 而将洗台以及领域空间 挪到阳台的部分 充足的光线 能够在灌洗的时候 享受到阳光以及外面的风景 至于新增设的多功能合适 可当作孙子们来访时的通步使用 空间简单但温馨舒适 地平下方也充分利用 扩充收纳机能 结合一旁装设了层架的储藏室 全家大小的物品都可收纳的有条不紊 铁键结合玻璃的拉门 作为合适隔间 保持整体风格的和谐与良好采光 在有限的空间当中 我们发挥了最大的功能评效 除了满足家庭成员每一位的生活机能需求外 成年老屋 蜕变成截然不同的居住环境 联系着家人美好的过往 以及幸福的未来 俗话说得好 百善效为先 这是一栋具有孝心的建筑 除了我们创造它的美感 我们更希望 能够将它的善 充分地表达出来